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與小六子為大家主持腦科學節目 主要內容包括 1.記憶迷宮 大腦遺忘與記起倉寶庫 2.專注馬戲團 大腦的注意力雜技場 3.創意攻防 大腦的想像力與創新實驗室 那麼小六子可以先跟我們說說記憶迷宮 大腦遺忘與記起倉寶庫 在探索人類大腦的奧秘時 我們發現了一個既迷人又令人困惑的現象 這不僅是一個科學問題 更像是一場大腦與我們自己的桌迷藏遊戲 想像一下 你的大腦是一個巨大的圖書館 裡面藏著從你出生到現在所有的記憶 但這個圖書館的管理人似乎有點懶惰 有時候把書放錯了地方 有時候甚至把書給丟了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遺忘 遺忘不是大腦的事物 而是一種必要的整理過程 想像一下 如果你記住了生活中的每個細節 比如每頓飯吃了什麼 每天穿上什麼衣服 那你的大腦很快就會被無關緊要的信息塞滿 找到真正重要的記憶 就像是在海量的垃圾郵件中 尋找一封重要郵件 因此遺忘其實是大腦的一種保護機制 幫助我們清理掉那些不再需要的信息 保留下真正有價值的記憶 然而大腦的記憶系統有時候也會出現一些小故障 比如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 明明把鑰匙放在一個你認為絕對不會忘記的地方 但當你需要它的時候 卻怎麼也想不起來放在哪裡了 這就是所謂的記憶尼工 有時候一些記憶就像是被藏在了尼工的某個角落 你需要找到正確的線索才能找到它 有趣的是大腦有時候也會玩一些小把戲 讓我們產生所謂的似曾相識的感覺 這種感覺就像是大腦在告訴你 我知道這個信息藏在哪裡 但我就是不告訴你 這種現象展示了記憶與認知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有時候一個微小的線索就能打開記憶的大門 有時候卻怎麼也找不到正確的鑰匙 最後讓我們不要忘記記憶尼工中還藏住一些寶藏 那些久遠但珍貴的記憶 有時候一個特定的味道一段熟悉的旋律 或者一個久違的朋友的臉龐 就能突然打開一扇門 讓我們重新發現那些被遺忘的寶藏 這些珍貴的記憶提醒我們 即使在這個快節奏的世界中 也要時不時的放慢腳步 珍惜那些讓我們成為驚天自己的人和事 所以下次當你發現自己在記憶尼工中迷路時 不妨放鬆一下 享受這場大腦與自己之間的桌迷藏遊戲 誰知道呢 也許下一個轉角就是一個你從未預料到的驚喜 謝謝小六子的介紹 那再跟我們介紹一下專注馬戲團大腦的注意力雜技場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 我們的大腦就像是一個永不休息的馬戲團 裡面的雜技演員也就是我們的注意力 不停地在各種演出之間跳躍 從一個高空鞦韆飛到另一個 而且往往還要一邊踩住繩子 一邊躲避飛來的火圈 這不僅是一場視覺盛宴 更是一場大腦的極限挑戰 想像一下你正在試圖專注於工作 這是你的大腦正在表演一項精彩的雜技 平衡藝術 你的一部分注意力在試圖在警舌上行走 而你的手機 電子郵件 社交媒體的通知 就像是觀眾中扔來的球 你必須一邊保持平衡 一邊接住這些球 否則就會摔得比青臉腫 但是這場馬戲團的亮點表演是什麼呢 無疑是那些能夠在這瘋狂的環境中 保持專注的雜技演員 他們就像是那些擁有超人一般專注力的人 能夠在混亂中找到寧靜 即使周圍有成千上萬的觀眾 或者說是干擾因素也不會分析 這些人通常有著一些共同的特質 他們會設定凝確的目標 優先排序 並且學會了說故 就像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馬戲團經理 知道什麼時候該讓某個表演上場 什麼時候該讓他休息 那麼如何成為這場大腦馬戲團中的 明星雜技演員呢 首先你需要學會練習 就像真正的雜技演員一樣 專注力也需要通過不斷練習來提高 這可能意味著設定專注時間 比如使用番茄鐘技術 或者練習冥想來提高你的專注力 和自我控制能力 其次學會在表演中休息 即使是最優秀的雜技演員 也需要在表演之間休息 這意味著給你的大腦一些休息時間 比如走出辦公室去呼吸新鮮空氣 或者簡單閉上眼睛放鬆幾分鐘 最後不要忘了享受表演 雖然保持專注是一項挑戰 但它也可以是一場精彩的表演 當你學會了如何管理你的注意力雜技演員 你不僅會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高效 也會開始享受那些曾經讓你分心的小球和火圈 所以下次當你覺得自己的大腦 像是一個混亂的馬戲團時 記得每一場偉大的表演 都需要時間、耐心和練習 現在讓我們給那些在大腦的馬戲團中表演的雜技演員們 一個熱烈的掌聲吧 謝謝小六子的介紹 那再跟我們介紹一下 《創意攻防、大腦的想像力與創新實驗室》 在一個遙遠的學術王國裡 有一個被稱為《創意攻防、大腦的想像力與創新實驗室》的神秘之地 這不僅是一個地方 更是一個時空旅行的門戶 一個將古老智慧與未來創新融合在一起的奇妙空間 想像一下這裡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了奇絲亮相 牆上掛著達文系的飛行器草圖 而在一個不起眼的燈泡圓形 而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你甚至可以找到一台正在運行的量子計算機圓形 它正忙著解決比這是雞還是蛋先出現更加複雜的問題 在這個《創意攻防》裡 大腦被視為最珍貴的資源 這裡的人們相信 每個人的大腦都是一個無限的想像力與創新的寶庫 他們有一句古老的諺語 思想是宇宙的種子 創意是它的水 創新是收穫的果實 有趣的是 這個《攻防》的創立者是一位既古怪又睿智的教授 他堅信創意不僅可以學習 還可以透過一系列奇特的實驗來培養 比如他曾經讓學生們穿上倒立的眼鏡 以此來改變他們對世界的看法 從而激發新的思考方式 另一次他則是將學生們送入一個全黑的房間 只給他們一根螢光棒 讓他們在黑暗中尋找光明 寓意在困境中尋找光明 寓意在困境中尋找創新的解決方案 這個《創意攻防》的最大秘密 就是它的時間旅行實驗室 這裡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們 可以通過特殊的裝置 穿梭到過去或未來 從古代哲學家那裡學習智慧 或是從未來的創新者那裡獲取靈感 當然 這些所謂的時間旅行 其實是一種極端的思維訓練 旨在打破思維的時空限制 激發創意的無限可能 在這個《創意攻防》裡 每天都充滿了驚喜和發現 無論是透過古老的智慧 還是前沿的科技 這裡的人們都在不斷地探索 學習和創造 證明為一個永恆的真理 在創意的世界裡 唯一的限制是我們的想像力 所以 親愛的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踏上這場奇妙的旅程 探索大腦的無限可能 並在《創意攻防》 大腦的想像力與創新實驗室中 找到我們自己的創新之光 畢竟正如那位古怪教授所說的 在創意的世界裡 每個人都是一位魔法師 總結來說 記憶迷宮 注意力雜技場和創意攻防 都展示了大腦的奇妙和複雜性 遺忘記憶迷宮和似曾相識的感覺 都是大腦在運作過程中的自然現象 而專注力的管理則是一場 大腦與自己之間的馬戲團表演 而創意攻防則是一個 充滿奇思妙想和創新的空間 展示了大腦的無限可能 這些主題的深入分析告訴我們 大腦是一個非常神奇 而又複雜的器官 我們每天都在與大腦進行 捉迷藏的遊戲 有時候我們會迷路 有時候我們會找到寶藏 但無論如何 這些遊戲都是我們與自己的一場精彩冒險 在這個充滿挑戰和變化的世界中 我們需要學會如何適應大腦的遺忘和分心 同時也要學會如何管理我們的專注力和創意力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這場 大腦與自己的捉迷藏遊戲中取得勝利 現在我想聽聽你們的想法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在記憶迷宮中有過什麼有趣的經歷嗎 你如何管理你的專注力和創意力 讓我們一起探索大腦的奧秘 分享我們的故事和想法吧 謝謝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節目 這個節目由媒體專業人士 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編撰、設計、製作 但是這些內容並非用於做出決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礎 歡迎在節目留言區發表您的見解 糾正節目可能存在的錯誤 謝謝大家收看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我們節目點贊 謝謝大家 Vo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